朋友们我最近发现啊 我正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年纪里 我身边的朋友 有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的 有刚刚才谈上恋爱的 有已经恋爱了很多年的 有分手的 有结婚的 有生玩的 还有已经离了婚的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看着他们的感情起起伏伏 或支离破碎 或开花结果 于是很认真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婚姻 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好不容易熬出了九年义务教育 熬到了大学毕业 熬出了普通白领 现在年近三十 一定要循规蹈矩去结婚吗 答案是否定的 我现在恋爱谈得很快乐 结婚能让我更快乐吗 答案是不见得 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难道就是因为到了合适的年纪 难道就是因为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结婚了 但我是断然不会走一条 看似不会出错的路的呀 那不结婚会怎么样呢 只要我不结婚 就没有人催我生孩子 只要我不结婚 就不会有人觊觎我的财产 虽然我现在所有的财产加到一起 也就是那套每个月还要还贷五千块钱的单位房嘛 但这也不排除我以后会家财万贯呀 对不对 但只要我不结婚 我还不用多去处理一份复杂的轴离关系 毕竟单单是我自己家的亲戚关系 就已经让我十分疲惫了 我也大概会猜到家里人都会怎么数落我 说你不结婚你不成家 你以后一个人过一辈子嘛 就我看到的经验啊 结婚了也不一定有家 不结婚也可以有家 结不结婚跟有没有家 它事实上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这个烂尾楼它能不能交付我才对我有没有家这件事 有直接的必然关系啊 不结婚呢 它也不意味着我一个人过一辈子呀 我恋爱谈着呢 我对象处着呢 我就是谈一辈子恋爱 有什么问题呢 目前看来结婚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 我实在是答不上来啊 不是说我这辈子就打定主意不结婚了 也不是说我这辈子就打定主意不要孩子了 但我要的不是你该怎样怎样了 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了 我要的是我想怎样怎样了 我准备好了要怎样怎样 我对婚姻有期待 我有信心和勇气和另外一个人 去面临一个新阶段的未知和可能性了 这才是我坚定选择的 也是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真正想要的 最后希望你们也都自由 也都有选择 也都有期待